嗨,大家好,我是阿威,小皮特 今天就是2021年的11月30日 礼拜二的上午9点钟 那我今天就是在德克萨斯州的亚马逊货厂 这边预约是上午7点钟卸货 那现在已经卸完了 那我就开着车 准备离开这个亚马逊 还有另外一个卸货点呢 离这里呢大概是一个小时的车程 大概是60英里左右吧 好,现在呢我出去了 这个地方呢就是第一个货厂的出入门 那我停在这里呢就是给他检查一下 例行检查 他也不下车去看你 就点点那个电脑就OK了 然后呢 我刚才讲了就是 今天的晚上6点钟 在第二个亚马逊货点 这次我要写两次嘛 这第一趟已经写完了 右边呢就是亚马逊的一个大仓库 你看他们的员工都算多了吧 看他们停车的小车就知道他们的规模有多大 嗯 好啦,我现在走在那个20号高速公路这边 嗯,有点塞车 那现在美国呢 啊,基建啊 拜登呢学中国嘛 搞那个基建建设 那么他们的高速公路长年没有修理 所以有些高速公路呢坑坑洼洼的 是应该修理修理的 这样呢也是学习中国的经验吧 因为这样可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嘛 不然的话呢 而美国的经济停滞不前了 嗯 美国呢虽然是世界上老大 但是呢很多东西呢都是互相学习咯 啊,我们中国也向美国学习 美国也向中国学习嘛 所以他现在呢 大洞土木啊 你看看见 现在我开车的时候 那个地很陡 这条路还好一点 好啦,现在我就向着 第二个卸货点啊 也是亚马逊的方向开去 大概是六十多迈左右 要一个小时了 那沿途呢 那我就拍一些 美国德克萨斯州 这个地方的城市 还有高架路啊 之类的东西给大家看一看啊 啊,美国呢就是大同小异哈 啊,你说这个地方是洛杉矶也行 旧金山也行 旧金山也行 其他城市也行 都一样的 你要是不 我不说出这个地方是什么城市啊 大家也不知道 但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城市 反正就 你看 右边都是建筑的 以前没有 今年特别建设的厉害 当然了,对我们卡车司机来说呢 我们 也怕塞车 所以 最好尽快的能够把 路修好 但是美国的工人是模样工的 没有我们中国人 修路那么快 啊,起码啊 要修很多年了 好啦,这里就是立交桥了 立交桥啊 这个 这个桥很像我们广州市的那个桥 差不多 可能以前我们国内也是像美国的高速公路学习的 那个立交桥啊 看上去就好像很有气派 还有很多艺术 有种艺术感啊 所以 我们国内现在也修了很多那些立交 而且也 比较好看 因为它接见了美国这些高速公路啊 跟这些高架桥呢 那然后 当然 后来者 学了很多经验 当然呢 我们国内的那些公路啊 非常漂亮哦 所以 你要来美国旅游的话 看到这些高速公路呢 嗯 也一般般 只不过呢 美国呢 要不是在城市里塞车 那你离开了城市 那你走那些高速公路呢 因为车比较少一点 所以你可能开的比较快 而且呢 美国呢 这些车呢 都是原装车呢 那它的速度 很快 啊 70米呢 相当于 公里就是130多米了 嗯 那以前我在国内开车 我记得开 都是开110公里 就觉得已经很快了 嗯 因为 我们国内的车呢 就是 有一些车是进口的 有一些车呢 就是合资的 还有一些是国厂 还有很多 类似拖来机的车吧 所以那个速度就不一样 所以 会 影响到 那个 车的速度 当美国来说呢 大家的车都这么快 所以就不影响速度了 你看我 这台 大卡车 那个速度 它要是不限制 就是在 卡车里面做手脚的话 限制 是71英里的话 可以开到 90英里 100英里 都可以 嗯 但是为了安全嘛 因为我们的卡车啊 就是大水流嘛 所以 一定要显速 也是挺好的 为了安全嘛 所以 我们能够开到 130公里小时 都已经觉得 很 很不错了 嗯 也很爽了 起码不落后嘛 嗯 因为我们 我们装载的货 这么 这么重 走起高速公路 还是那么灵活 那真的 还不错 但还有一点呢 就是美国呢 它没有 没有进口 那些 日本的 卡车 其实那种 日本的那些 大车很耐用啊 又省油 又舒服 嗯 又耐用 但是呢 要是 你进了那种什么 嗯 日本的 货车来美国 那 我们开的这些车 那就 全被打败了 因为日本车 省油耐用嘛 不会坏嘛 故障比较少嘛 那所以它要是 打进了美国市场的话 那你其他的卡车 那还用跟它竞争嘛 所以它限制了美国的卡车 呃 来美国 销售 但是日本的小车啊 还是 到处都是 嗯 好啦 现在差不多到了 现在啊 估计不觉得 那今天还还还可以 呃 不塞车 那高架路上面就塞车了啊 今天我走这条路还还不错 嗯 还有 二十分钟吧 二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但是我到那里呢 也要找地方停车 要等到今天 晚上六点钟 那现在才 上午的九点三十分嘛 那可以到那里 去到那里之后呢 看看拍拍视频啊 跟大家分享一下 洛杉矶卡车司机啊 因为我是在洛杉矶嘛 嗯 可以分享一下 工作 学习 这些 但这些都是很实实在在的东西了 啊 像我今天拍这些 美国高速公路 大家看呢 可能 也没 没什么 可能国内也差不多了 你看 国内的华南五四那些高速公路 多漂亮啊 我四年前我就 我就去过华南五四旅游嘛 坐那个大巴 走在那高速公路 两边 都很漂亮 那当然我们 中国来说呢 它的设计理念就是 哎 要让 就是有些 比如 冬奥运动会啊 奥运会啊 以后啊 那这些高速公路 它们 会 一些大巴 或者那些礼宾车啊 走在高速公路 可以看两边 两边的漂亮的 风景呢 这也是很好的 这也是 长长远的设计呢 好了 差不多到了 我 我现在就 公路就拍到这里了 一个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早上呢 大概四点钟呢 已经到了亚马士的第二卸货点 那边呢 就是停车等待 哎呀真的 我开卡车第一次呢 就是在外面等的时候呢 有一些 有工作人员呢 出来呢 说这里不能够停车 结果呢 呃 很多台卡车 都要到处去流浪 哈哈 那个地方全部都 那一代全部不能够停车的 所以呢 那没办法呢 那我 我就在手机地图那里呢 就找TA加油站 那现在我呢 就是停在TA加油站这边 我也加了油了 哎 正好也很爽 哈哈 他不给我停车 我也有地方去 呃 也只是在附近 那么呢 那今天晚上呢 我要卸了货之后呢 那我也不能够在那边停车 过夜了 那我也直接来这个地方 呃 那个TA加油站这边停车 也非常好的 这地方 嗯 因为 我 晚上早一点来这里 肯定是有车位的 而且有加油站 有吃的东西呢 我今天晚上可以在这里啊 喝什么都可以了哈 嗯 所以呢 就 耶 这个TA加油站 离我那个 卸货点 第二卸货点的 大概是11英里左右 啊 不远 大概 不塞车花十分钟可以到 嗯 嗯 那现在 我又拿了杯咖啡了 喝咖啡 啊 啊 还有 两个小时 就要到到点了 那 我 我要在这里呢 大概休息 一个小时左右吧 不能够啊 都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 嗯 半个小时 那我就要到 那边 那边 那边去卸火 啊 喝杯水一下 哎呀 真的很麻烦 就是那个地方 不能够停车嘛 嗯 它有个代号的啊 每一个 亚马逊有一个代号 那代号呢 可以查出它的地址 那以后我会 把那个代号 代号放在这里 要是 以后 有卡车司机 嗯 来这里的话呢 就有 来那里卸货的话呢 它有时是给停车 但有时 不给停车 那附近有个TA加油站 就很方便了 那就不用直接到那里去 那就 以后 要是我下次来 可以在这个地方停车 卸货的话呢 那我就在那个TA这里 又加了油了 加了满满的油 有安全感的 之后 我以后再去吧 嗯 那现在呢 海鸣饿 那我买了那瓜子 买瓜子啊 哎呀 很燥热的 五香瓜子还挺不错 很多零食啊 这次 很多零食 哎呀 好了 我下去 带大家看看 四周的环境 耶 卡车加油站呢 停车场呢 非常的宽阔 很大的 嗯 我这个镜头呢 拍出来呢 那都有那么大啊 其实真的好像一个体育场 那么那么大的 所以晚上在这边停车也挺好 耶 我车在这里啊 耶 现在夕阳了 夕阳了 夕阳夕下了 哦 现在德州这边是两个小时时差 那么 呃 现在这个时间 呃 要是洛杉矶时间的话呢 现在是两点多 呃 但是这里已经四点钟了 四点钟 好了 我介绍这么多 我上车了 上车去 耶 呃 今天晚上呢 我会在这里停车休息咯 他那里 呃 有很多东西卖咯 有超市咯 所以 夕阳 好了 啊 这个地方 好 地方停车 好了 我上车先啊 我这个时间还是洛杉矶时间啊 这个时间啊 这个时间啊 加两个小时 就四点四十八分了 在外面是这样 发生门事 发生门 看看夕阳 不看了 好了 拍这里了 晒得要命 嗯 好了 啊 拍这里了